大家好 我是J 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美股走的不是这么的理想 我们看到三大指数 冲高回落 今天一度是高开的 自这个周五 是做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盘 但是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早盘之后 是大盘是受到压力 是进一步的下滑的 那么昨天视频去报告的 这一个特斯拉财源的这一个消息 本来就是我们看到 Electric上面是公布了一个 这一个传闻的 up to就是差不多是20%吧 总共这一个特斯拉 全球的财源面积 最后是10%左右 所以今天实际的这一个利空是出来了 但是通常这一个支出被减少的话 对股价来说 应该是有这个加持效果的 为什么今天还是进一步下跌呢 包括市场主要的一个下滑 还有一个领先的指标 是比较能看到这一个下滑的 我们进一步去探索一下 明天有没有大的事件 老包是不是要说话了 一会也会去讨论 让我们现在开始追击 这里呢 如果大家是想进入这一个群 去跟老师进一步去讨论美股的话 可以在这一边去扫一下 我们的那一个二进之后呢 这一我又新建了一个 所以大家可以去加入这一个 这个我留在了我的community tab那里面 所以是可以找到的 好 现在我们进入这一个分析 那么标普白指数 主要来说的话 如果过去几期都是在跟着我的这一个视频 和标普白指数SPX的点位的话呢 大家知道老师主要在看之前是三个区域啊 之前是5225这一边呢 是最后的一次鉴定 然后没有撑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形成压力的时候呢 是进一步下探的 那在这个之下呢 有三大区域 我个人是在看着的 这个已经维持了挺久一段时间了 两三个星期了 这些点位没有改变过啊 在我的这一个图上面 5190 5165和5133 那么周五出来的之后呢 他做的一个整理呢 是双底 这个非常的明显啊 然后呢 这里是直接冲高的 因为早盘有数据 大家要注意啊 这几次反弹的之前呢 都是有数据出来 然后这些数据呢 是利好经济的 今天出来的是核心零售数据 消费者的信心 消费者这个趋势 还是非常的强劲的话呢 其实是利好这个经济的 但是利空 利空美债 因为利率会继续的上去 推后了这一个降息的 这个预期啊 所以其实是一个双眼刀 一会我去解释一下 这一个为什么是 今天股市下行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力 好 来到这里 我们先说点位 我们可以看到 从5165呢 一开盘之后 形成压力呢 就给了比较一个 好的做空的位置 因为这里对应的是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位 缺口的上方没有碰到啊 是在5175左右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那边是上影线 主要压力还是围绕着 5165附近的 所以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次反弹 去了老师的均线 这一边5140左右 然后这一边是 进一步的被打压下来 5140的点位 是来自于旗指的 旗指昨天晚上 5140那一边呢 是之前的支撑 变成了压力 所以今天再次 盘中确认 确认这个压力之后呢 就再一次的往下推行 那么我个人感觉 一个比较大的点位 对应之前的一个缺口呢 是这个5120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这一波里面 几根跌幅蜡烛最大的呢 就是5120失手的时候 然后这一边是 进一步的下滑 直到这一个 5069到5080左右的 这个区域呢 这是昨天在会员群里面 去讨论的主要一个 我觉得如果进一步下滩的话 会看到的这一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在5070之下这一边呢 它逗留的时间 还是算是比较少的 就看明天会不会有 这一个反弹呢 来到日K标普白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的跌幅呢 是直接把这一个 布林下限给跌破了 非常少的时候呢 股价是会在这种 布林线之外的 通常在布林线之外呢 它是会想快速拉回去的 像一个橡皮筋一样的 就是会反弹回去 所以明天我们就看一下 会不会有这一种的动力出现 暂时夜盘来说的话呢 不是这么的理想 还在下探 所以不排除 如果没有明天跳空 高开的话呢 就可能在盘中 还要去探一下底呢 再做这一个 大幅度的这一个触底反弹 一个主要的观察点 如果我们去 大一点的这一个级别 去看的话呢 对应的是 缺口的这一个上方 而缺口的上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5047这一边 就是在这一个实体的点位 下影线来说的话 一小时级别呢 这个缺口的上方 是在5041左右 这个我觉得是 旗指主要的一个观察点 特别是这个5047 我们去看一下 旗指现在在哪一个点位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5050附近 刚刚已经是探低 到了5041这个点位了 也就是缺口的下方 所以这一个缺口的 缺口的点位来说 在标普白指数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如果它撑不住的话呢 就要比较小心啊 它会进一步的回补缺口 下方的缺口呢 是在4980附近的 这里差别是有60点左右 如果它去补齐缺口的话 那么就全面回调 走的是比较失弱的 因为比较一个强劲的市场来说的话 它通常是应该不会去回补 之前留下的这一些跳高的 这一些缺口的啊 但是如果有进一步去回补的话呢 就是出现了这种回调的 这一个情绪面 所以大家比较小心一点 但是明天早盘虽然没有数据 有比较大的一些财望 可以去关注 一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三大 根据市值来说的话呢 就是有United Health联合健康 这个是最大的 也是我个人感觉比较重要的 最近UNH的股价不断的受挫 所以被列为了主要一个 抄底的一个对象 就看一下财报能不能带动 今天持高的 另外一个是全森 这个是医疗板块 医疗和这一个 医疗保险板块来说的话呢 都是 这是 这个防御性的板块 所以今天应该是 有这一个资金流入进去 像UNH这种抄底的机会 又让我们去看一下 标普白指数的这一个热链图 美银明天也是和这一个大摩呢 会有这一个财报的 今天高盛先上 然后有意外的这一个盈利 所以我们看到高盛的股票 今天是有持高的 但是这一个星期主要呢 大家都是在等是奈飞 还有ASMA跟台机电的这一些财报 非常的重要 当然SRG ABT这一些医疗设备的 大盘蓝筹股来说的话呢 也是不少小伙伴是会关注的 下一周还是比较更加多的这一些大的科技股 我们会看到最后如果在这一边还是在回调的话呢 那可能在这一边是真正的能去看到 后续美股能不能再有这个上行的推动力 因为来到这边大科技股呢 也就是这一波美股主要的推动来说的话呢 推动的这个个股来说的话呢 像Google、特斯拉、Meta这些股票呢 还有微软、亚马逊全部都是下一周财报的 所以下一周呢非常的重要 特斯拉的财报我不会错过 其余的那些我也会尽量上来呢 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有什么好的这一个抄底的机会 那么在今天视频开始的时候呢 已经把二维码上过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群里面讨论的话 可以扫一下二维码 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 有没有这一个领先指标能 这个预告今天呢 有可能是有危险的 那这主要看的是债券市场的这个变化 美债利率 那么今天美债利率呢 我们是会看到进一步的持高的 一来我们看到油价没有涨上去 那么买美债的话 是规逼风险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资产 所以代表以色列伊朗的问题 如果有继续恶化的话 我们是应该见到利率跌 因为这就代表有人在买美债 但是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呢 就是代表对吧 那边的情况呢 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去恶化 还是在等看这一个 以色列会不会还击伊朗的攻击 好 另外一点呢就是对吧 刚刚说过了 这把双眼刀 double edge sword 这一个核心领受数据呢 一来是显示这个美国的经济 继续的强大 软着陆 soft landing 另外一边呢 是会让利率持高的 因为这就代表 降息的这个预期要被推后 也会有人担心通胀 是不是要进一步回暖了 所以今天我们早盘是见到利率呢 是不断的在跟股市一起的涨 通常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股市都是会掉头 然后往下走的 所以这就给出了一个主要的 做空的一个 就是要比较小心的一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基本上利率呢 是不断的在冲高的 而且有一段时候来说的话呢 这一个利率涨幅度呢 是直接是在拉直线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直接是拉成直线的 非常的高 接近4.66 这个是美债的10年的利率 非常快的一个拉涨 这里是15号这一边啊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路飙升的 通常这个幅度啊 超过3% 就是代表美债的这个市场呢 非常的波动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不稳定 这个会影响股市这一边的情绪面 也会同时伴随着恐慌指数呢 是飙升的 VIX来到这里呢 都接近20了 所以要比较小心啊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VIX是一路高飞的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在这一边感觉是有点这个双顶的 所以明天另外一个做多的理由 就是希望恐慌指数双顶 然后这样子掉下来的话呢 那可以加持股市的这一个反弹的动力 但是我觉得还是最简单的一个原则 通常布林下线这样子被大幅度的跌破的时候呢 通常一两天里面呢 股市是会做一个比较大的技术面的修整 然后想办法去反弹的 因为物极必反嘛 这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 好 那么这一个降息周期又出问题了 有没有转机呢 其实是有的 约定大家明天直播了啊 但是这个不一定会有就是这一个视频呢 直接去看到老包去发言啊 明天老包是跟加拿大的中央银行这一边呢 是去做这一个啊 做一个这个讲会啊 会有这个演讲啊 在这个论坛 Washington Forum这一边 讨论这个加拿大经济 但是同时也是会去说一下美国的这个经济的 所以这一边呢 是自上一次这一份火爆的CPI之后呢 老包第一次的啊 这个公众的发言 所以明天看一下老包会不会放歌 而从中加持这一个股市 稳定一下市场和债啊 债券市场的这一个情绪面 带动股市的后续的这一个行情 啊 这个是明天美东时间1点15分 西部时间是10点15分 所以到时候我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直播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 not a no media availability 然后呢 也是没有这一个啊 视频可能是要登记 一下到时候老师会去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帮大家去啊 这一个找到一手的这个最最快的 最新的这一个消息面啊 如果有的话 我会尽量的去做这一个直播的 到时候上来陪大家顺便也是看一下行情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一个做多的这一个机会 啊 特别是去复盘一下像这一个联合健康的财报 因为那个是在盘前的啊 这个也必定会去影响旗帜的走势 暂时对于做多来说 今天这边我们刚在分析 看的最好的就是这个VIX在短线有一个双顶 但是现在如果冲破20的话呢 啊恐慌指数已经来到了一个近一年来 对吧都没有见到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 大家可以看到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呢 是去年以色列也是这一个中东的啊 啊纠纷比较大的一个点位的时候呢 才这一个突破到了23左右 市场现在来说 根据CNN的恐慌大蓝指数呢 是在这一个恐慌这一边的在41的啊 啊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在情绪面感觉到很多投资者对于自己的头寸 还有这个持仓来说的话呢 都是啊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 因为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跌 所以还是这句话啊 大家记得锁定我的频道啊 记得分享电源点赞 告诉我的更新 好 接下来我们去讨论一下特斯拉的这一个点位 那特斯拉还是那句话 接近160这个点位呢 都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入点啊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基本上就是收在这一边了 跌幅度来到超过5% 但是只是回到了这一个强大的这个支撑啊 昨天是在170的是比较适中的这一个点位啊 昨天复盘的时候在讨论 因为周五就是收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点位 今天一部分呢是被这个大盘影响 另外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利率不断的冲高 而特斯拉是对利率非常敏感的一个公司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今天还是进一步的被打压 今天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像英伟达SMCI早盘都是冲高的 今天大家会看到英伟达概念的股票呢 早盘都走的非常的好 英伟达一度涨幅度来到2.4% 2.5%左右的 SMCI呢也是应声跟着是往上去走的 DAO也走的非常的好 但是后面呢 就是应声的我们可以看到 被这个大盘给拉下来了啊 所以大盘在一面倒的时候呢 对于这一个有行情走的是不错的股票呢 还是会有这个影响的 就是看大盘恢复的时候 反弹的时候 这些股票会不会跟上来 那么这一周来说的话 对于半导地板块 肯定是要看周三的ASMINE 还有周四的台积电财宝 非常的重要啊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跌的股票呢 又是基本上是四对一的这个比例啊 每四只在跌的股票 只有一只在涨的这一个股票 所以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情绪面呢 还是陷入这一个恐慌之中的 就是看有没有这种物极必反 处理反弹的这一种趋势了 暂时还没有见到这一个反转的这个趋势啊 而且要比较小心的就是 这里是有一定的几率呢 跌幅度反而会加大的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如果我们去旗址的话 上次复盘我去分享过这一个下行隧道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行隧道破掉了 今天是跌破位了啊 通常这一种是代表的 有可能就是会加快速度 去建筑出来这一个底部 而这一种跌幅度呢 通常是比较啊比较快的 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做这一个stop loss rate啊 也就是代表去抢这一个止损单 有的时候主力呢 是会快速的这样子去制造这一种的啊 市场的恐慌 然后会升力 然后做这一种这一个反弹 去形成真正的这一个底部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边先跌破之后呢 它回去确认这一个隧道 是不是啊 从这一个支撑呢 变成的是压力的 才开始下一步的这个跌幅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一种先反弹 再确认这一种的可能性呢 也不小啊 明天直播的时候 我们进一步去看一下 之后的这一个变化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战事那一边呢 是开始啊 开始消停下来 然后我们看见 也没有进一步的恶化和escalate的话 升级的话 我觉得啊 对于股市来说的话 是有这种稳定的作用的 而且老包说的话 也非常的重要啊 对于整个通胀回暖的 这一个narrative 因为现在来说 就是在考虑 现在我看到这个通胀有粘性 到底只是一个bump in the road 也就是代表啊 路道上 中途遇到了一个 啊 绊脚石 然后绕过去啊 过了这一段时间就好了 还是有更加多的啊 所以听一下这个老包最新的 这一个发表 好 回到英伟达的这一个点位上面 840 860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 这一个支撑的区域 之前讨论过 补齐缺口的话呢 是在820左右 作为主要的考量 但是要比较小心的 就是英伟达 渐渐的是走出了 这一个头肩顶的 这一个趋势 有很多股票啊 今天在群里分析的是 coin 也有这一种走势的 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 但是我觉得820附近呢 是一个不错的 这个支撑区域 但如果他明天 就开始反弹的话 就是代表这个860附近的 这个支撑呢 也有可能是有效的 因为这里是一条瓶颈线 是这个头肩顶的这个瓶颈线 所以他如果这一边呢 头肩顶被否定掉的话 就代表这里 必须是要拉涨上去的 如果突破了 像905这一个大关的话 开始往920 950 这些区域去的话呢 对英伟达后续的涨幅呢 是非常的好 这几天英伟达跟SMCI 走的是挺接近的 所以有可能是 大家一起去涨 起码今天早盘这一边呢 我们是看到SMCI Dial还有英伟达都是跟着一起去的 今天数据来说的话呢 国内数据 China的这个GDP是有出来的 比预期的是好 但是国内是在延续 美股今天盘中的这个跌幅 所以进一步的在下挫 百度还有这个腾讯 今天倒是持涨的 所以明天可以关注一下 看一下百度有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行情 因为我看到有小伙伴在问 为什么YIN还是在持涨的 因为今天这一个腾讯跟百度 没有进一步的往下去探 里面YIN还是有这个工商银行的 美团今天是往下去跌的 在这一个组合里面 接下来呢 回到UNH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防御性的这个板块 还是有这一个资金 渐渐的去流入的 UNH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这一个短线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跳高 然后是往上进一步的在做这一个反弹的 那么这一个大的瓶颈线 对于UNH来说的话呢 是在这一个 437 438附近的这个区域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几次 看到这一个低位的时候呢 都是有做这个反弹区域的 就是看能不能往上进一步的去走了 明天的财报非常的重要 如果财报走的不是这么的理想的话呢 也有可能做一个处理反弹 像碰到432这个区域啊 或者去找420这个区域呢 再做这个反弹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M头的 就是看这个财报 能不能把这个进一步的去否定掉 变成是震荡隧道 也就是不是做成一个 场线的这一种的这个大顶部的这个考量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QQ纳指 那么纳指呢 这一边应该是比道指和标普 都是要走的强一点 毕竟是科技股嘛 但是QQ这里主要是更新一下点位 因为很多小伙伴在问 纳指有没有接近 纳指我下一个 看比较好的一个点位来说的话呢 大家也看到是在431附近 我觉得这里是它比较强的一个支撑 之前的这个压力会变成后面的支撑的 是在428左右的这个区域 这里非常接近的 所以触底反弹这种可能性呢 还是比较的大 SP我们可以看到标普白指数的破位比较的明显 因为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扶持的均线呢 EMA均线呢 到这一边对吧 第一个跌破 这里呢直接变成压力了 所以这里反弹区域呢 对标普白指数来说的话呢 我个人是在看51 5140附近啊 5140这个是走的比较好的情况下 在未来的一两天呢 有可能是再次的回去测试这一个区域的 5140啊 5130这一边都比较的重要 缺口如果是在follow缺口的话 5123是上一次的一个缺口啊 但是那一边呢已经去 有过动作了 所以之下 接下来说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点位啊 如果我们去把这个5120打开来的话 这一波跌幅最大的 其实在5120附近这一边 所以这里再一次反弹上去的话 就要看这里是不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来对吧 5120一跌破之后 确认是压力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从5110下来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这也就代表了 有没有这一种对吧 快速反弹的可能性 而到了这个5120 5130的这个区域呢 又开始的变成的是这一种震荡的这个区域 为什么这样子 有可能是会有不少的人套在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嘛 之前5110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三重底部的这一种区域 但是在这里遇到压力之后呢 被均线打压就快速跌下去了 所以他要再次的把这个区域冲掉的话呢 就需要让套牢盘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继续往5120 30 40这一边去走的话呢 就有一定的这一种困难的 但是这一波杀跌来说的话呢 对吧 一来是利率迟高 二来就是战时那一边的这个不稳定性 所以那两个利空间接的被消化掉的话 都是短期的这一种的市场的恐惧 造成了一个回调抄底的机会 而不是这一种就是完全的反转趋势呢 后面也再也涨不起来的这种行情啊 今天来说的话 对于美股来说是一个大选年 所以之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还会不会有这个后继的这个行情 毕竟美国的经济 现在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的强劲 就看这一次的记录财报 到底是给出一份什么样的报告 接着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